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很久沒有錄影片給你們了 這是抱歉 因為老師最近真的太忙了 真的是事情很多,好嗎? 補習班事情很多 然後再加上老師最近又都在重浪 因為重浪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真的超級無敵難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上面 不好意思,這一部影片應該早就要出來了 那到現在才出來,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跟各位這位車友講聲抱歉 因為這位車友提供新手影片給我已經大概一年了 那我一直要PO他的新手影片 一直沒有時間做,但是我一直都掛在心上 你們也知道了,好嗎?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囉 好嗎?開始,GO! 這個是在永安賽車場 他開的是X30 應該分得出來 因為他左邊那個地方是 是用X30 然後類似用暗的 而且那個聲音應該 蠻明顯的啦 對吧?聲音應該是蠻明顯的 應該是X30的聲音 對吧? 因為MAX聲音不是這樣 那因為他才剛出去嘛 所以這一圈我們就 不要多講,好不好? 不要講太多 因為這個影片我有從頭看到尾啊 我覺得 很多東西可以講還蠻有趣的 好,第二圈應該 可以啦 他輪胎稍微有比較熱 然後你可以專心看一下他跟前車的距離 他這個都push的很晚 他就很想要就是 很快就跟進前面的車子 那因為 現在開車這個車友我很熟 前面那個車友我也很熟 他們兩個 都是C5K1車隊的 也都是我們車隊的 就是我也是C5K1的嘛 對吧? 那他們兩個也是 他們兩個常常在練車的時候 超級無敵好笑 他們兩個會嘴來嘴去 現在開車這個大概是高一還是高二 我有點忘記了 可能是高二 前面那個是小學六年級 那因為他們來嘛 都會爸媽帶他們來嘛 對不對? 他們就會互相追 就例如說前面那個 就會跟後面那個講說 你爸媽都走了 你在裝什麼?不要裝了啦 菸拿出來了啦 後面其實他是沒有抽菸的 那你看前面那個小學六年級 有多皮 是吧? 在那邊 業餘高中二年級的哥哥欸 是吧? 不要裝了啦 爸媽都走了 菸拿出來了啦 我常練車啊 在他們旁邊都會被他們笑死 很可愛 好 現在專心講賽車 專心講賽車 那你看他現在 離前面的車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也就是他 有好好開 因為前面這個六年級 我記得開的是開 Junior Junior的尾數 一定不會有 就是X30尾數 就是這麼高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只要好好開 應該是在尾巴的時候 就可以跟上 你看剛剛那個直線 有沒有 是不是就是很快就可以跟上 但是你注意看喔 他在跟上以後 他的動作 注意看 像其實你只要是好好開 順順殺 然後把你的直線優勢 把它發揮出來 你就會很容易 跟到前車 這個在同樣引擎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不要 就是出彎的時候沒有加油 或是沒辦法加油 那你這樣靠著稍微找一點點加油 稍微多人家一點點轉速 那你就會拉上去 那你看他現在就稍微被拉開一下下 最主要是他前面就是有失誤產生 那我要講一下就是 因為他這個是他剛開始練的影片 真的是新手喔 他剛開始練的影片 他還說要不要記什麼 我練完之後 沒有這我記得他是第一次開菜 第二次開車 反正就是真的就是一開始練習 那你看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 你看他有沒有很push 他常常會把車子 就是開到就是外就非常外 外道幾乎都快失控了 特別是有幾個彎啊 等一下如果特別講出來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 你看看像這幾個 這幾個都已經開到就是 其實這已經很外面 像這個進去也是 有沒有 是吧 都已經他那個後輪應該已經 可能快到草上了 但是這個就是年輕人 他就是很敢 像我覺得是應該要去試一下 扶許一下 你才會有就是 跟人家不一樣的車感 因為車子嘛 他就是看誰可以抓離極限邊緣 越近 誰的駕車技術就越好 對吧 那你看他現在後面 我記得他的比賽 也不是比賽 這個練車的後半段 他就有漸漸被拉開一點點 我覺得比較主要的原因是 他的失誤開始越來越多 他可能想要再跟近一點 然後他的失誤就越來越大 尤其是你從他的方向盤可以看出來 他只要是今天就是拉大的時候 也就是他從近被拉遠的時候 他會擠 然後他會擠他的方向盤就會動的 就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不像剛剛一開始就是方向盤動的 比較少 因為如果你方向盤一直動 他就很像雨刷一樣 有沒有 他就這樣一直擺來擺去 一直擺來擺去 那你像雨刷一樣 這樣一直擺來擺去 你的路不就是這樣 一直彎來彎去 一直彎來彎去 他就沒辦法再直線累積速度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尤其在這種 要出去直線的前面 都還在這樣一直刷那個車子 而且車子他 穩定下來 他需要一點點時間 因為你這樣一直刷他嘛 他會有點類似那種余震 對吧 當然 很厲害的車手 可以把那個余震 就是消彌的很快 但是尤其你是新手 你又讓車子一直震盪 一直震盪 一直震盪 他的車子就會很不容易控制 你看他離前車 就越來越遠了 主要就是 他失誤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這個失誤 還有一個原因是 他對這個輪胎的感受力 不夠好 不夠了解 也就是 剛開始下去的時候 前幾圈 他可能抓地力 會是最好的時候 然後後面就是 抓地力開始衰退 他又不肯去 改變他的開車方式 他用他前面的開車方式 再來開後面 那 後面 如果輪胎是這樣的情形 配合 他現在這種駕駛模式 實際上是不OK的 他失誤會變多 所以他變成 他要收回來一點點 那很頂尖的車手 他就有辦法就是 把輪胎的管理控制到很好 你看那些就是很頂尖的小朋友 或是很頂尖那種歐洲的選手 特別就是歐洲的小朋友選手那些 他們輪胎管理都管理到就是很極致 他們都會比較 例如說 大家一樣 新的胎下去 回來 大家磨損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然後這個 胎磨損的狀況怎麼樣 他可能跟人家描述就會有多少的差距 那他要怎麼樣開車才可以 又快又穩 然後不把輪胎過度磨損 因為有些選手是這樣 你看有些選手 他很厲害喔 他測試的時候 超級強 超級強 測試的時候 蹦 從前面 比賽 超級爛 就是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 他把他的輪胎 全部都用在測試 可是問題是 測試是其中一個嘛 那後面你還要跑 預賽 預決賽 決賽 那你的輪胎管理是不是就很重要 對吧 你不能說 我在前面 我就是很不虛 不管怎樣 硬折進去 硬拉 硬推 然後他要硬打高 然後一圈 然後硬擠出來 是可以啦 但是你的輪胎後面 就是你要跟上人家 幾乎你就跟不太上了 因為你想跟也跟不上 如果你的技術跟人家一樣的話 更何況就是大家在前面 技術可能差距沒有那麼大 那你需要靠東西來輔助 就像車子啊 引擎啊 調教儀啊 我常常說就是賽車 它是5050的運動 50靠人 50靠車子 那50靠車子 當然就有所謂的輪胎啊 引擎啊 對不對 這應該是最主要的東西啊 車家啊 這些東西 那 所以就是你要把你的人練好 你也要練習 把車子練好 尤其是輪胎的磨損控制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不然就會發生像可能像這樣的情形 因為他後面輪胎 我覺得他第一個有衰退 然後他又沒意識到他有衰退 他又用他原本的方式跑 那他可能這個衰退還是有辦法救的 可是他身體沒有辦法去應變 沒有辦法去應變 所以就是 你要隨著場上的變化下去修正你的開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在比賽的時候常常也會發生 常常有車也會反應就是 他可能就是過某一個彎 喔一直跳 那他就過那個彎 就一直給他跳 那你那個彎是不是就一直給他慢 因為你沒有在修正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道理就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開車真的 不能太直准 你一定要順應的這個事 這個也是我去衝浪學到的 就是 你沒辦法去交大海給你什麼浪 你只能就是順著他的事 那這個浪你不行 就是不行 懂嗎 所以你要練習把自己跟車子跟人 然後把它控在極限內 然後從極限內慢慢去推到這個極限 這個非常重要 不過年輕人真的是還是很肯嘗試啊 像我回想我以前剛開始開車的時候 我應該是不敢這樣開車 我覺得這樣開車好危險 你看他們第一次練車 第二次練車就是 車子就敢犯這麼外面 出身之獨不畏乎 那我也很期待他現在的影片啊 如果他只有再給我影片 我再給你看 因為現在隔一年了嘛 他現在一定進步很多 因為沒辦法 他現在是給蔡辰陽交 一定進步很多 保證 前面那個一定也進步很多 所以這一次今年的比賽 可以好好看一下他們成績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因為我是對蔡辰陽很有信心的 因為我知道他的實力到哪裡嘛 然後他會把他們交到什麼程度 或者是把他們拉到什麼高度 這個我很清楚 也沒有什麼程度什麼高度啦 應該就是最高了吧 OK 好那就這樣了 好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